大家好,我是Green 我是Akira 你現在聽到的是陪你一起甜蛋過週末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沙野狼 歡迎來到第十三季的第七集 是的 奔山野狼是一個有兩位在日本當上班主的雙男子Denisand Green 所組成的節目 2020年開播以來超過200集的內容 話題涵蓋日本職場生活隱私娛樂 終止為永幽默又不思理的對談 溫柔的聲音以旅日播客組的視角 陪觀眾提起度過每一週通勤上下班 在宅工作或是家室的時間 讓聽眾可以認真聽長支持 輕鬆聽好舒服的談話心結論 Denis本集休息將在第十四季回饋 本集就會由Akira代辦 聽完覺得有趣的話 請按下訂閱加上Apple Podcast 按著Spotify的五星推薦 並來留言跟我們聊天 古琳和Denis還有Akira 感謝你 感謝你 Akira真的是 就是久違的把所有的東西都念完了呢 そうだね 但先週很楽しかった 然後你說上禮拜的那個超級瑪利歐兄弟對不對 そうそう 上禮拜播出之後其實還是蠻多 蠻多朋友就是會說 Denis真的好好看這樣子 自己也看 然後當中有聽眾真的是把那個我們的介紹啊 就是不爆雷介紹之後就停下來 然後就先去看完之後再回來聽下半段這樣子 然後聽說也因此就是有多知道一些 有多看到一些自己之前就是可能會沒有注意到的地方這樣 欸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推薦了一部好作品 然後也讓大家有因此享受到好作品 我覺得這是做影評或者是做這種創作 內容創作的時候最開心的其中一個moment這樣子 那今天的內容呢 其實會就是一個小日常這樣子 嗯 古靈在Golden Week黃金週之後的第一個禮拜呢 其實這個禮拜過得非常忙碌 因為公司剛好有大活動這樣子 然後有連續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都是早上五點多起床 然後七點進公司 因為要準備一些活動跟場地之類的 對然後以那個強工作強度來說 我到星期五下午的時候就跟我那個同期啊 兩個就在那邊說 現在這個心情啊其實根本不像是 黃金週後的第一週 有點像是黃金週結束之後的六月底的那種忙碌的感覺 對 真的是蠻以強度來說真的是蠻強的一週啦 而且也很難得了 在早上早安動態呢有一篇是直接po白 就是全白的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時間可以po東西這樣子 那個早上太早的話 就那個時間 因為我住的地方稍微焦躯一點 所以那個時間搭車的時間 就剛好會錯過或是遲到或是太早這樣子 所以那三天都是騎腳踏車通勤這樣 不過再忙碌的一週也會結束 所以這個週末呢真的就有讓我有一種想要好好休息的心情 其實週末之前也會安排一些這個週末要做的事 但是呢這個週末幾乎都沒有好好做到 就比方說錄音原本是昨天早上應該要錄的 結果昨天早上去運動完回來之後呢 我的身體就是直接像是斷電一樣 直接從70%的電力直接跳到10% 然後我想說睡個30分鐘好了 然後醒過來說已經中午12點了 就這樣子然後下午又跟又去跟朋友見面 然後回來之後我就覺得好像蠻累的 然後就這樣度過了星期六 然後星期天因為剛好又...星期天剛好有上班 因為假日出勤也要支援活動這樣子 然後也是時間一晃就是...就是晚上這樣 今天早上其實也蠻早期的 但這一週實在是太累了 所以我非常熟練的在半睡半醒的夢中 熟練的按掉了三個鬧鐘的樣子 醒來的時候才發現都被我按掉了這樣 哈哈哈哈 嗨 但是就算這樣呢 其實這禮拜的週末呢 還是有發生一些讓我覺得蠻有趣的事情 雖然沒有辦法準備成一個專題內容分享給大家 比方說像那個黃金周的超級瑪利歐電影版那樣子 但是...但是呢還是想要就是用一個 算是有一點聲音日記的形式呢 來記錄一下這個... 讓我覺得蠻療癒的週末這樣子 這個週末呢其實... 呃...這個禮拜剛好又去當志工這樣 在當...呃...京都愛護...呃...動物愛護中心的志工 然後...也...這一次去的時候呢 是...五月嘛 所以五月進去之後呢都是... 有非常多的新小貓出現這樣 因為...呃...聽說就是五月份這種...呃...春天之後 出生的小貓小野貓會非常多 然後...昨天總共照顧了12隻左右的貓咪 當中就有8隻左右是幼貓這樣子 就是...他們必須要吃呃...幼貓糧食加上幼貓罐罐 他不能直接吃呃...成貓的乾糧這樣子 對...然後昨天就扮演一個真的就是奶爸的感覺 就是...小貓真的很可愛啊 就是...一窩窩的小貓 然後看到你在準備食物在ㄎㄎㄎㄎㄎㄎㄎ 在用那個...準備食物敲到碗的時候呢 他們就很興奮一直在爬那個籠子這樣子 基本上呢我的工作其實...在當志工的工作就是幫他們打掃房間嘛 進去一個保...管理室 然後就是把一些可以放在一起的貓咪先把它放出來 來讓他們在空間...共同空間這樣跑來跑去玩...衝來衝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他們的呃...廁所啊...報紙啊...水啊...沒吃完的食物啊... 全部都清理掉...然後...呃...然後...就是輪流... 分批分批把他們放出來...然後把東西都清理完 然後換上新的墊子啊...然後...欸...蠶食啊... 真的就蠶食...呵呵... 蠶食啊...然後...就是...換水啊...放...放飼料啊...之類的那種感覺 對...然後...基本上...三個小時通常這種活動啊... 實際上在動作的時間大概就是一個多小時這樣... 然後剩下一個多小時呢...基本上就是...陪貓咪玩...對... 把他們放出來...然後他們就是...自己在那邊...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或者是... 拿鬥貓棒...去鬥那些...就是... 看起來精力充沛的貓咪...對... 對...然後...昨天啊...昨天其實... 在照顧的幼貓當中有一隻...已經...大概...還脫離不了...幼貓... 應該是半...足歲左右吧...就是他那個體型啊... 你可以看起來...看得出來比小奶貓還要再大... 然後已經...已經...離乳了...他們已經不喝奶了... 但是...他的體型還是...偏...弱小那種感覺... 就是還是比較...比較纖細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是一隻...呃...是一隻小男生這樣... 然後...那隻小男生呢...那隻小公貓呢...很可愛... 他哪裡可愛...就是...他很黏人...對... 然後加上...其實昨天呢...我的頒表...我的SHIFT呢...其實是... 有兩個人...但是...其中一個人剛好沒有來... 所以...我的人就...一個人霸佔了整個...十二隻...十二隻貓咪這樣子... 然後...那隻...那隻公貓呢...那隻小貓咪呢...放出來的時候呢... 就一直...跑來蹭我的腳...對... 然後...我在洗碗啊...我在...處理垃圾的什麼時候呢... 他就一直跑來...蹭我的腳啊...然後蹭我的襪子啊... 然後一直那邊...就是要...找我玩之類的... 然後...我坐下來...在這邊休息的時候呢... 他就會...跳上來...然後...想要聞聞你的氣味啊... 然後想要...蹭你的手啊...之類的...這樣子...對... 就是一隻很黏人...很親人的貓咪...對...然後... 其他小奶貓也是有樣學樣... 就跑來蹭什麼襪子啊...然後蹭你的手啊...然後... 但是...你知道小奶貓...就是...很愛玩嘛... 所以大概...大概玩...過來...大概... 確認一下說...眼前這個大個子是什麼...是什麼...存在... 喔...他不是敵人...喔...他也不是過來...要吃我的... OK...那應該是友善的存在吧... 好了...那我要去玩了...這樣子...對... 但是呢...那一隻小虎斑呢...就特別不一樣... 牠就會一直掉在我身邊...然後... 牠會跑去跟其他的貓咪這樣子...稍微...玩了一下之後呢... 又再跑回來這樣子... 然後完全就是...把我當作是一個... 牠的...老爸的感覺這樣... 就這樣...相處了大概...三個小時吧... 其他貓咪啊...就是...如果你把牠抓回去的時候... 小奶貓還會...記恨這樣子...就是... 牠會恨說...你...你把你...你把我抓回來...我還要繼續玩... 然後牠就會...牠就會...反擊的...反擊性質的咬你一口這樣子... 但是...那一隻小虎斑...牠就是任我擺步... 對...我抱的時候...牠就...很乖的讓我抱... 然後還會...就是...蹭我的手... 然後我把牠抓回猛子的時候... 牠也會...就是...乖乖的坐在那個...台子上... 就是我把牠放進去的時候...牠就乖乖的坐在台子上... 然後看著我這樣子... 嘿...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隻貓也太可愛了吧...就是... 完全有一種...差點淪陷的感覺這樣子... 如果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結束到貓咪的話... 我大概現在就會... 開始找那個可以養貓的物件有沒有... 然後開始籌劃要搬家... 然後開始籌劃要把這隻貓帶回家這樣子... 因為...真的很乖啊... 而且牠叫聲很小聲... 牠可能就這樣... 就是很小聲... 那牠不會像其他貓咪就是... 靠腰啊...要開飯了沒啊... 這樣子... 不會不會不會...牠不會在那邊... 牠會叫很大聲... 牠就是... 然後把牠放回去的時候... 牠就... 啊...結束了喔... 然後你... 跑過去鬥牠一下的時候... 牠就跟你... 欸...你還知道我玩呢... 很可愛...很秀氣... 對... 然後... 就這樣子... 然後... 後來啊... 因為... 當這個志工其實也差不多... 半年左右了... 然後... 呃...每個月通常都會來... 一兩次這樣... 所以... 前前後後... 基本上我也照顧了... 將近五十隻貓左右... 欸...不對... 一次如果來照顧十隻... 一個月就... 二十嘛... 所以... 前前後後應該照顧... 快一百隻左右的... 呃... 這種浪浪這樣子... 流浪貓...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 如果你放下心中那個... 想要珍惜... 可愛動物的心情... 然後因此... 油然而生的好感的時候呢... 你會冷冷靜靜的去看... 這隻貓咪到底在做什麼事... 古丁被這隻貓咪... 靈性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我就很認真去看他的動作... 就是... 他呢... 會去蹭你的腳... 然後呢... 你坐下來的時候呢... 他會去蹭你的... 皮膚... 去蹭你的手啊... 然後會想要去... 呃... 聞聞你的氣味啊... 然後想要鑽你的衣服啊... 這樣子... 各位... 聽起來很可愛對不對... 但其實... 這隻貓咪在做什麼事情... 他其實呢... 就是在試圖的... 把他身上的味道... 移到你的身上... 就是他希望能夠透過... 宣示主權的感覺... 就是... 這一隻... 這一隻貓就是在宣示... 這個沙發是我的... 這個巨型移動生物... 是我的地盤... 這樣子... 你們其他人不要過來... 或者是... 這個地方是我的... 所以充滿我的味道... 會讓我很有安全感... 這樣子...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 其實冷靜來說啊... 我跟... 我跟... 我就等於是一張... 很大很舒服的沙發的感覺而已... 如果你往這樣想的話呢... 貓咪喜歡你這件事情呢... 其實你就不會那麼容易走心了... 你就會覺得說... 你就會知道說... 哦... 貓咪其實他是... 他雖然是... 他認同你這個地方... 認同你這個人... 這個生物... 他可能也覺得... 在你身邊是很有... 很有... 呃... 很舒服的... 所以... 他想要透過... 這樣子的示好... 不管是蹭你的腳啊... 讓你的腳有他的味道啊... 或是... 鑽你的衣服... 鑽你的手... 然後希望你... 全身上下都是他的味道... 的這個行為呢... 去佔有你這個人... 對... 徹底的佔有你這個人... 這樣子... 然後當我想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突然覺得... 哇靠... 貓咪在示好的感覺耶... 真的是很本能耶... 很野生耶... 各位... 真的是很野生耶... 當然啦... 他就是貓咪啊... 他就是流浪啊... 流浪貓是沒錯... 但是... 其實... 你想想看... 如果他今天不是一隻貓... 而是你的另外一半的話... 其實... 那就會覺得... 欸...這個... 另外一半可能會蠻可愛的這樣子... 比方說... 我有聽說過... 很多... 女生... 會喜歡... 男朋友的味道... 所以... 可能在想男朋友的時候... 然後男朋友可能在打工啊... 或是上班啊... 還沒回到家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 偷偷的... 穿著... 男朋友的乾淨的睡衣... 就是... 可能... 早上脫下來的睡衣... 然後做自己的事情滑手機... 或者是... 穿上男朋友的睡衣... 或者是他的襯衫... 有他的味道... 然後聞起來就很有安全感這樣子... 所以... 人類其實有時候也會透過... 嗅覺去確保自己心裡的安全感... 然後在我照顧貓咪的時候呢... 我發現也有同樣的狀況... 原來貓咪也是這樣子... 所以嗅覺對於貓咪來說... 其實是一種安全感的來源囉... 更甚的說... 喜歡穿... 男友襯衫的女生... 喜歡穿... 男友換下來衣服的女生... 其實某種程度上... 跟貓咪呢... 其實是同一種類型的... 生物耶... 想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很有趣... 對... 然後那隻貓咪呢... 就... 越看越有趣... 對... 這個是... 這個真的是... 昨天在照顧貓咪的時候... 我一個人在那個... 硕大的... 管理室裡面... 在那邊陪12隻貓咪玩的時候... 就是有... 非常大的感觸... 對... 昨天讓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有一隻貓咪叫做Miyuki... 對... 它叫做美雪... 它是一隻母貓... 年紀也不小了... 大概六七歲... 七八歲的這樣子... 然後特點呢... 就是... 脾氣非常差... 他放出來... 散步... 讓他出來散步之後呢... 他就會爬到最高處... 然後就是用鄙視的眼神... 看著所有人... 然後有一個特點就是... 抓不回去... 抓不回籠子... 他不主動下來... 回去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拉他回去的... 為什麼... 他會咬人... 他會抓人這樣子... 對... 那... 我照顧他... 也照顧了四五回友了... 我已經看過他很多次了... 因為... 他很難找到主人嘛... 所以一直留在... 那個... 動物中心... 那... 就是在家而已... 對... 被抓也好... 也沒關係... 我就是要讓他回到籠子裡這樣... 所以呢... 我有這個執念嘛... 所以我通常都會代替其他的... 不敢抓貓咪的... 呃... 志工同仁啊... 就會是我去抓貓咪這樣子... 我有... 硬是把他... 就是... 直接把他... 拉進籠子裡面... 然後把他直接搬回去... 或者是... 就是... 趁他下來散步的時候呢... 就用腳在後面這樣子... 把那個路都擋起來... 然後讓他... 就是一直往回走... 往回走... 把他趕進去這樣子... 那昨天... 最... 令人開心的就是... Miyuki將他的心情還蠻不錯的... 對... 他... 難得... 過來蹭我的腳... 然後... 就是... 繞了一圈... 然後散步完之後呢... 就往回走了... 然後我打開籠子... 那他就進去了這樣... 其實當你照顧一些貓咪... 照顧到你認得他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隻貓咪... 他的心情... 跟以往來說是好... 還是不好... 對... 然後好的時候呢... 但是你就覺得... 那一天那個角落就特別的和平... 我覺得... 那個和平的心情... 那個和平的感覺... 其實是很令人開心的... 照顧... 一群貓三個小時...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啦... 你就會開始去... 理解... 呵... 每一隻... 小貓咪到底在想什麼... 這樣... 呵呵... 嗨... 這個是第一個話題喔... 第二個話題是... 鼓定今天跟... 同期去吃鳥貴族... 我跟你講... 鳥貴族這種地方呢... 他很便宜... 然後... 他也很容易去... 但是呢... 當你進了公司第四五年的時候呢... 能夠輕易的去... 能夠輕易的一通訊息或一通電話... 就說... 好... 一起去吃鳥貴族... 或者是... 你要吃什麼店... 欸...可以的話... 我們要不要去吃鳥貴族... 這一種夥伴呢... 已經... 越來越少了... 對... 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呢... 跟... 一個... 很要好的老同期... 就是... 呃... 叫小島嘛... 我就跟小島一起去吃鳥貴族... 然後也吃得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 就聊聊最近工作上的事情啊... 然後... 公司的事情啊... 然後... 聊聊自己... 生活上的事情啊... 然後... 呃... 之類的這樣子... 那因為... 進公司的年份... 一模一樣... 所以... 我們在經歷的心情也差不多這樣... 畢竟是... 工作嘛... 所以... 而且又是... 我們是製造商...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只有... 自己公司的人才會懂... 所以... 通常這類型的聚會呢... 其實都可以聊到很多... 心情會很舒暢的話題這樣子... 包含可能就是... 一些商品的事啊... 或者是做事情的方法啊... 風格啊... 這樣... 然後... 吃完就很開心的離開了嘛... 然後... 回家路上就聊到... 聊到信用卡費... 然後... 聊到信用卡的時候呢... 就跟他聊到... 二月份我買了一台... 十六萬的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投影機這樣子... 然後... 因為... 小島那個時候也有跟... 另外一位... 我們三個人在家裡看的那個... 秒數五厘米這樣... 然後他們就... 然後小島就說... 那一台... Projecta真的是有夠棒... 這樣子... 真的是不錯的... 不錯的購物這樣子... 我們就... 順勢而聊到說... 最近有沒有看電影... 這件事情... 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自己覺得... 很感嘆的話題... 對... 各位... 你上一次好好看電影是什麼時候呢...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說... 黃金周的時候看... 超級瑪莉亞... 不過... 那個又不太一樣... 超級瑪莉歐兄弟... 這個東西算是一個... 歷史大事件...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都會看... 這個沒有什麼門檻... 對... 因為他是一個太優秀... 太吸引人的作品... 我現在要說的... 我現在在問大家的呢... 其實是... 你上一次... 在假日... 週末... 週休二日... 假日... 心平氣和的... 坐下來... 油然而生那一股... 好... 我們來看一部電影吧... 然後把他從頭看到尾... 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前提... 這部電影要是個名作... 是個好電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更難了吧... 有沒有... 突然想不起來有沒有... 我跟小島... 就是在回家路上... 一直在聊這個話題... 古丁啊... 我最近真的沒有辦法看好電影耶... 這個我也超懂... 我自己完全沒有辦法看好電影... 為什麼... 就是... 你會有一種... 好電影就應該有準備好的心情才去看... 你的狀態如果是90分的話... 你就會想要看90分的好電影... 但問題是... 你平日已經累到剩下70分的時候呢... 你如果去看90分的好電影... 你就會覺得你浪費了20分... 你會吸收不乾淨... 所以呢... 你就會... 刻意的... 不去看90分的作品... 而去看70分... 甚至60分... 50分的爛片... 去殺時間... 去消磨時間... 小島說... 對... 因為他也是這樣子... 而且他... 他會去看古阿末電影... 古阿末類似那些的東西的... 說電影這樣子... 然後我跟他說... 我也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 回家路上... 一直一直聊... 然後越聊越熱烈這樣子... 結果後來想一想... 古阿末電影其實在... 呃...最近... 應該說... 上班之後... 想要看電影... 還真的... 找不到時間... 因為... 你要坐下來兩個小時... 然後... 看一部電影... 我覺得... 以一位... 平日跟週末都很忙的人來說... 而且你又是一個人住... 你要好好坐下來... 一起看個電影... 的人是沒有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必須要... 一個人定下來... 兩個小時這樣子... 是很難的耶... 首先有拿幾個難的點... 就是... 剛剛所說的嘛... 就是... 準備不好這件事情... 永遠等不到... 準備好的那天來... 你一年呢... 裡面呢... 大概只會有... 三次左右的... 好... 我要來看一部好電影了... 的這種心情... 是什麼時候... 長假的第二天晚上... 各位... 第一天呢... 你就會做很多忙的事情嘛... 所以晚上你會不自覺的... 就是太累... 然後搞不好... 就是大概七八點... 就開始在... 嘟咕這樣子... 就開始在... 就是想睡覺了... 然後第二天呢... 好不容易呢... 就是進入了... 一個好的狀態... 然後出門呢... 逛逛街啊... 然後回到家... 然後吃點東西之後呢... 欸... 七點... 欸... 剛好有買啤酒... 欸... 剛好可以拿電影... 片單出來... 找那部特別想看的電影的時候呢... 你才會好好坐下來... 用九十分的狀態去看這部... 九十分的作品... 但是... 一年就只有三個連假... 黃金週... 然後... 玉盆節... 跟... 呃... 年末... 跨年... 沒了... 剩下的時間都是什麼... 剩下的時間沒有啊... 剩下的時間都是週末而已啊... 可能有三連休或四連休啦... 但是我覺得三連休跟四連休... 把行程排滿的機率都很高... 所以... 能夠坐下來好好看電影的時間真的不多... 然後... 又跟長老又聊到說... 對...就這樣... 而且... 電影啊... 你沒有辦法看太好的電影... 然後... 你也沒有辦法坐下來好好看... 電視劇... 因為你的狀態如果永遠是七十分的話... 九十分的狀態一定是一大早剛起床嘛... 一百分的狀態... 好...去上班這樣子... 進公司早上大概還有九十分左右... 然後大概下午的時候剩下八十幾分... 然後大概... 剩到七十五的時候就想回家了... 回到家的時候七十分... 然後... 弄完家室有的沒的就剩六十分了... 然後大概滑個手機幹嘛的... 你就... 就直接想睡覺了... 對啊...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去看一些好東西... 除此之外... 不只電影... 小島也跟我... 就是他也是跟我都是有在玩電動的... 的好同好這樣子... 他就說打電動也是... 打電動也是... 他已經沒有辦法在這麼長時間的開著... 3A級大作... 去... 好好體驗遊戲劇情這樣... 各位... 我們上禮拜在聊那個... 超級瑪利歐兄弟的時候啊... 呃... 有說... 龔本茂先生曾經提過... 玩遊戲這件事情呢... 是透過玩家積極參與遊戲過程... 去創造的一個體驗... 也因此可以被稱為第九藝術... 各位... 沒有啊... 30歲沒有那個力氣去體驗第九藝術了... 呵呵... 所以... 取而代之呢... 我跟小島都有一個共同的心得就是... 越來越能打開3A級大作了... 艾爾登法環大概你就... 一年就只能玩... 一... 你一年大概就只有玩... 那一個作品了... 大作大概就只有玩那個作品了... 我也是... 我頂多就玩了一個... 艾爾登法環... 然後... 後來就可能跑去玩舊遊戲... 比方說... 魔物獵人... 而且還不是Sunbreak... 還不是破曉... 是... 崛起... 魔物獵人崛起... 就是玩舊遊戲... 或是玩... 馬利歐賽車... 對... 都是玩一些舊遊戲... 因為舊遊戲... 你不需要從零開始去體驗一個新的系統嘛... 然後... 你也不太需要花太多的能力去... 感受... 呃... 劇情嘛... 因為劇情差不多就知道啦... 對... 所以... 它消耗你的能量不會太多... 你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氣... 就可以去體驗到那遊戲的過程... 對... 但是... 你要再重新去... 踏入一個新的3A級大作... 然後去從零開始去熟悉一套很複雜的操作遊戲... 呃... 遊戲操作... 比方說... 呃... 比方說MGS... 當小島還在... 呃... KONAMI的時候有一部... 呃... 很知名的長壽作品叫做... 潛龍蝶影... 那... 它是... 疊爆... 策略動作遊戲這樣子... 它會有非常複雜的動作... 比方說... 站下蹲下趴著... 然後... 跑步... 走路... 或者是舉槍... 或者是你要用... 體技... 你要去架住敵人... 然後你還要去... 架住敵人的時候呢... 他可以揹住... 揹個屍體... 或者是... 他架住敵人之後呢... 可以將他勒暈... 或者是用刀把他殺死... 還有各式各樣的複雜的操作... 都在你那個手把上面... 所以光想到這樣子... 你就必須要... 你就必須要... 學著記得... 哪一個組合鍵是... 可以完成那個動作... 講到這邊... 應該有很多聽眾... 已經不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聽眾呢... 有玩遊戲的聽眾呢... 一定會點頭如搗蒜... 就會知道說... 啊啊... 對對對... 你要熟悉那套操作... 真的會很需要... 至少30分鐘左右的時間... 而且那30分鐘左右... 你會不斷按錯事情... 你可能會用掉... 因此用掉很重要的道具啊... 或者是你可能會因此... 就是死很多次之類的... 失敗很多次之類的... 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你重新開始... 一部3A級大作之後... 你需要去... 重新理解的東西... 其實這個也是為什麼... 古丁好像一直很喜歡玩... 黑暗靈魂的遊戲... 尤其是因為... 黑暗靈魂的操作... 其實... 遊戲跟遊戲之間... 不會差太多... 喔... 對... 對... 我突然意識到這一件... 就是它不會差太多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先去玩... 呃... 比方說... 我又去換一個大作... 比方說... 我又跨到... 呃... 按一破壞神... 然後或者是... 我又跨到... 比方說... 呃... 刺客教條... 或者是... 去突然玩FPS... 呃... 比方說... Call of Duty... 之類的話... 那... 我的世界又要全部重來... 再... 再稍微聊一點遊戲喔... 就是... 當... 你去玩新遊戲的時候... 你舊遊戲的操作方式... 你會忘記...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操作遊戲是... 你的肌肉記憶... 所以... 你的肌肉記憶... 如果一旦熟悉了新的... 東西的時候呢... 就像是... 你買了一部新車... 你去坐上那個新車... 然後你熟悉它的操作之後... 你再回去開原本那輛車的時候... 你反而會需要一點... 複習的時間... 有時候呢... 當你累的時候呢... 連複習的時間... 都會讓你覺得很浪費... 很麻煩... 你甚至就不想開車了... 你就不打電動了... 你就可能會... 去玩一些... 根本不需要腦袋的電動... 我覺得這個也是為什麼... 就是... 操作幾乎... 幾乎沒有門檻的手機遊戲... 可以如此... 蓬勃發展的原因... 因為... 連我這麼排斥手機遊戲的人... 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到後來玩的小遊戲... 基本上難度... 都跟手機遊戲差不多... 操作難度都很簡單... 這個話題我跟... 那個小島在回家路上... 一直聊... 一直聊... 然後就因為... 我們剛好有路過... 最近就是... 發售的Switch大作嘛... 就是那個... 薩爾達傳說... 王國之類這樣子... 我們兩個都有共識啊... 就是... 看到那個... 王國之類... 欸... 這一部遊戲... 好不好玩... 一定會很好玩... 欸... 有不有趣... 一定會超有趣... 會不會感動... 一定會超感動... 是不是個好遊戲... 喔... 這絕對是個好遊戲... 那你會去玩嗎... 不會... 為什麼... 你沒有時間... 你沒有那個力氣... 不是買不到東西... 你知道嗎... 是... 你沒有力氣... 再打開那個... 上一級的大作... 連... 我們連... 第一部遊戲都... 沒有開... 我們都知道有那個東西... 應該說現在應該很多... 30歲的朋友都跟我一樣... 你知道... 那個領域裡面的那個東西... 是很美好的... 你也知道... 你如果花時間下去理解... 你花錢... 投入精神去研究... 那個東西一定會... 讓你有一樣程度的... 滿足... 你也可以體驗到那東西的樂趣... 但是... 你有沒有那個時間去投入... 有沒有那個力氣投入... 就另外一回事... 這個就是... 喔... 真的是最近最... 感觸最深的事情這樣子... 各位... 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心情呢... 呵呵... 各位有沒有... 因此而去... 不玩遊戲而改聽Podcast的呢... 你看... 因為Podcast很簡單嘛... 就是... 打開放著... 他就會... 情報就會自動進來嘛... 就跟Youtube一樣嘛... 對啊... 你根本不需要花太長時間... 去吸收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你不用思考... 你只要吸收就可以了... 欸... 不用思考... 你只要吸收這個... 這個... 聽起來這個習慣... 真的是很危險的習慣... 因為... 你就是在... 呃... 放棄自己生存的能力嘛... 但是... 但是... 當你沒有力氣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看貓咪廢片啊... 看... 電影... 就是... 電影的說電影啊... 喔... 這些... 真的是... 時間隨之啊... 他會... 一點一滴的吸掉你... 大批大批的時間... 搞不好... 你整個晚上... 看下來... 看貓咪廢片的時間... 你已經可以看一部電影了... 你搞不好... 已經可以看一部魔戒了... 你知道嗎... 真的... 你滑手機遊戲的那個... 時間... 你搞不好... 你已經可以去做一件很不錯的事情了... 但是... 你就是沒有那個力氣... 那個... 意志力... 維持不了到晚上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不過這可能也就是... 古丁的一個警訊啦... 就是... 工作強度... 或許... 讓自己沒有... 予遇... 去照顧自己下半後的生活... 嗯... 不過... 短期間好像也不會改善耶... 該怎麼辦呢... 我們只能邊走邊想啦... 各位... 你覺得該怎麼辦... 還是說... 各位... 你也跟我一樣喜歡看貓咪廢片來殺時間... 還是你也跟我一樣... 永遠打不開片單裡面的作品... 呃... 作品... 片單... my list... 增價的速度... 永遠比消化的速度還快這樣子... 你會囤越多... 越來越多想去的店... 越來越多想看的店... 越來越多想玩遊戲... 但是你永遠沒有... 去體驗他們... 去... 去採點... 去看他們... 對... 吃飯也是啊... 永遠就是... 我是一個不太會去... 一個人採新店的人... 我永遠就是去吃那幾家... 然後吃到跟老闆變... 變朋友這樣子... 呵呵呵... ね... 啊... 生活是不是變得越來越窄啊... 還是說這種生活方式其實是最省電的... 所以我們才會在自己狀態... 沒有那麼好... 比較疲憊的時候會這樣做呢... 嗯... 不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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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好啦... 這個禮拜應該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不好... 然後呢... 先預告一下... 下禮拜呢... 是一位... 呃... 古令的老朋友... 會來節目跟古令聊天... 這位老朋友呢... 他... 也是在內容創作裡面... 呃... 經營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也做出... 還蠻不錯的成績這樣子... 然後是... 古令... 十年前的... 算是十年多前... 就認識的一位老朋友這樣子... 嘿... 然後... 就先賣個關子... 呵呵... 我們就期待下個禮拜...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今天節目差不多要告一段落... 我是Green 我是Akira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 甜蛋過週末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紗悠羅 我們下禮拜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距離... 丹尼斯回歸... 還有... 49天... 49天耶... 而且... 第七集... 是不是代表已經進入下半場了... 13集已經進入下半場了耶... 對耶... 對耶... DNS君... 大丈夫嗎... 大丈夫嗎... 他會不會忘記怎麼錄音啊... 對耶... 我會忘記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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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忘記錄音...